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相比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那我们之前一再的跟大家提到的梅雨封面 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南南北北南南北北的来回震荡 那么昨天它是往北移了一点 今天预测它会往南移一点点 所以今天北部地区就会转为相对的不稳定 那么北部地区降以几率提高到40% 主要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会比较高 当然希望这场雨下得能够像点样子 一方面解渴就解大地之渴 二方面希望能够有降温的效果 不过在雨没有下下来之前 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前缘的热力不够稳定 人就会有高温的机会 所以今天温度仍旧偏高 而且是那种闷热型的温度 所以请大家注意防晒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另外今天台电公布 那么最大的供电能力其实已经大幅提升了 因为核三厂的一号机加入了这个病联 然后再加上林口的火力发电厂加入病联 所以最大供电能量已经提高到了4108万千瓦 不过因为热的关系 所以估计最大的用电 仍旧会达到3780万千瓦 那么整体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供电吃尽 因为它的被转容量在最尖锋的时候 可能只剩下8% 比昨天稍微好一点 但是仍旧是处于供电吃紧的状态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降雨几率提高到40% 而白天的温度27到35度 中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9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5度 东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澎湖地区多云时勤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东澎湖28度 台中台南高雄29度 宜兰花莲27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而且是由科技股来带动的大反弹 那么盗权贵指数大涨了188点 刷盘指数是34,084点 涨幅0.55% 纳斯达克大涨了236点 刷盘指数是13,535点 涨幅高达1.77% S&P指数上涨了43点 刷盘指数是4159点 涨幅1.06% 费城半导体则是大涨了78.83点 刷盘指数是3066.11点 涨幅高达2.64% 好 你从这数字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一般类股呢 其实涨幅当然也不小 但是呢 这个只有涨的幅度都不到1% 但科技类股以纳斯达克来讲 大涨1.77% 而费城半导体更是大涨了2.64% 这个涨幅是非常的惊人的 那么五大科技天王全数上涨 苹果上涨2.1% 脸书上涨1.6% 阿发费上涨1.56% 亚马逊小涨了0.49% 微软上涨了1.38% 那么这个是五大科技天王的部分 而在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那么除了中华电 除了联电之外呢 全数是上涨的 台积电的ADR上涨了0.78% 鸿海的ADR大涨了3.33% 热光的ADR小涨了0.78% 联电的ADR下跌了2.41%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82% 好美股大涨尤其 美股上涨尤其是科技类股的大涨呢 带动了台指期的夜盘是上涨了188点 那么看起来今天台北股市是有机会开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下跌了1.41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降到了61.94美元 跌幅2.23%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5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65.11美元 跌幅2.33% 那么油价不断的下跌 今天跟美国跟伊朗之间呢 正在洽谈和协议有关 那这个和协议呢 目前看起来是很顺利的 那么伊朗的总统罗哈尼呢 他在他的官方媒体呢 不断的持续的表达对于美伊代表团 在谈判的时候的这个乐观态度 那么美国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 那么这个解除对于伊朗 石油出口的相关制裁 那这个呢就会使得伊朗的原油呢 很快速的就会进入 全世界的一般的原油市场 所以呢供给增加就使得油价出现了下跌 那事实上在通膨疑虑的部分的 一些原物料呢 今天凌晨呢都是小幅的下跌的 黄豆下跌了0.33% 而铜小跌了0.19% 白金小跌了0.51% 那不过呢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0.4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81.9美元 涨幅0.02% 而白银的部分呢 上涨了0.042美元 涨幅0.15%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0.46个百分点 来到89.792 这个呢在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跌破了89.7来到89.686 创下了今年2月25号以来的新低记录 所以美元呢从3月底开始呢 从2月底开始啊 那么这个从3月底 对不起应该是3月底 从3月底开始滑落至今啊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下跌的这个状况 其实看起来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是全数下跌的 英国金融税报百分股价指数 下对对不起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跟美股一样 都是上涨的 那么英国金融税报百分股价指数 上涨了69点 刷盘指数是7019点 涨幅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81点 刷盘指数是6343点 涨幅1.2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56点 刷盘指数是15370点 涨幅1.7% 好股市上涨 但是呢你看到 油价跟原物料的价格下跌 另外呢美元指数呢 也下滑 就很多的原物料理论上来讲 跟美元指数是有悄悄板作用的 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 就美元指数还继续的滑落 但是呢原物料就开始走自己的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 几个价格之间的联动性呢 关联度已经不是这么样子的明显 所以你看到 今天凌晨是股市是上涨的 美元指数是下跌的 黄金小涨 但是呢这个原物料的油白 油跟这个铜 还有黄豆是下跌的 那么油价也是下跌 它各自有各自的 这个单独市场的供需的影响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呢 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首先呢是美国呢 昨天所公布的初次勤领事业 救经营人数呢 再度的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最低记录 那么一周勤领事业救经营人数降到了 44万4千人 这比上个礼拜的 47万人还要来的再减少 而且比预期也要来的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连续勤领事业救经营人数呢 反而比预期要来的高 而且是增加的 增加到了37万5千人 这比预期的364万人都还要来的多 也比前值就上个礼拜的数字 364万要来的多 这个是矛盾的一个 就这个不平衡的这个矛盾的现象 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就是初次勤领事业救经营人数 表现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表示呢因为失业 因为裁员失业 而必须要勤领救经营人数的人减少 但是呢一旦勤领了之后呢 他会连续勤领的这个人数 反而比预期要来的多 这就跟呢这个现在市场上认为 因为呢美国的纾困金 纾困支票呢 使得美国的企业在寻找劳工的时候 除非加薪 否则的话呢 劳工宁可去领救基金 也不愿意就职啊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美国至少已经有21个 由共和党主导的州呢 宣布从这个联 从6月开始 不是现在 从6月开始 将从联邦所支持的 失业补助计划当中退出 所以这个 这21个州的失业人士 就没有办法 请领联邦所补助的 失业补助金 好那这个呢 后续会不会对于 就业市场产生影响 值得观察 另外呢 在通膨的情况 我们来看 这个德国呢 昨天公布了 4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高达5.2% 这是创了10年来的最大增幅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他们因为 原物料价格上涨 生产者的成本增加了 好这增加的幅度 创了10年来的最大增加幅度 但能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现在还不确定 如果转嫁给消费者 那可能会加速通膨升温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 顾问公司 IMASIA这家公司呢 这个总裁呢 他们预估 现在亚洲的疫情 可能会加速美国的通膨升温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亚洲的疫情 包括了台湾 韩国 越南 还有印度的疫情的升温呢 可能会使得供应链出现了断裂 而这个断裂呢 就会使得消费 这个生产的厂商成本提高 那这个成本提高 要转嫁给消费者呢 最快速的是美国 所以他认为最快速影响的是美国的通膨 所以呢 这个 这家问公司呢 认为美国联准会 恐怕没有办法拖到2023年才升息 他可能被迫 今年底之前就要升息 当然这还是属于少数的非主流意见 但是通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现在呢为了担心通膨 出手压抑这些原物料价格的飙涨 所以呢在昨天 这个中国大陆的黑色系商品的 期货行情都出现了重挫 包括了铁矿砂 焦煤还有罗文钢热压盘等等 这些呢都因为担心通膨 然后呢官方出手 那这出手的方式 他有直接的限制交易 或者是说呢 他们可能采取的方式是 将国家的原物料库存 投入市场都有可能压抑 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 这个碳价的部分了 那么欧盟为了要推广 这一个减碳呢 那么在欧盟呢 推出来的碳价交易 这件事就你排了 二氧化碳当量的这一些 温室气体的这些情况呢 你就必须要支付 一定的这个成本了 好那么现在呢 每公吨的价格已经飙升到 56.34欧元 在今年初的时候呢 他还在30欧元上下 所以涨幅非常非常的剧烈 那么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陆福特公司呢 所做的调查显示 多数的受访者呢 认为这个碳价的走势 会持续的上升 2021年平均的碳价 会在每公吨 40欧元附近 2030年会推升到 80欧元附近 但是呢 也有贝伦宝银行呢 他们大胆预测今年底 这个碳价会飙升到 110欧元 这个对于所有的排碳产业 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比特币的部分 那么这个财政部呢 这个宣布啊 他们要加紧对于 比特币还有这些加密货币的 监管要求在币圈 所有呢 交易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 等值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呢 要全数上报国税局 这个消息啊 因为比特币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出现了大反弹 那么在一个晚上之间呢 就暴涨了百分之 24小时之内暴涨了 百分之40 盘中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的飙升到 这个一块比特币呢 是4万2000美元以上 那现在呢 因为这个美国财政部的宣布呢 稍微的拉回 那不过现在呢 仍旧在4万1211美元 跟前一天24小时之前的 3万2000多美元 这个形成强烈的对比 好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啊 上证指数昨天小跌了 4点跌幅百分之0.11 深圳城址上涨了50点 涨幅百分之0.35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143点跌幅百分之0.5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那么昨天呢 金管会呢宣布 从24号开始啊 从24号开始到6月30号 一律停止召开股东会 那估计呢有1931家的股东会 会延期到7月1号到8月31号举行 那24号以前呢 举行股东会的照常举行 但是要注意防疫规定 所以呢 如期举行的有64家 延期的有1931家 因为延期的关系 就会使得董监事的改选 任期还有鼓励的发放 都会受到影响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外销订单的部分 昨天公布的4月份的外销订单 年增率高达42.6% 创了历年同月的新高 订单金额549亿元 那么当然这个金额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是从电子到传产 尤其是传产当中的 基本金属的部分呢 年增率高达8成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台股的部分 台股昨天呢 520行情失效 不过最后呢 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90点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航运股的成交比重 超过了三成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当中的比重呢 超过了50.1% 另外摩根斯坦利 大幅度的调降了半导体 щоб摩根斯坦利 也许智坦利 不过了40点 对 是